嘿 大家好 我是烏鴉 我們搬來這個陽明山的別墅也已經將近三個月了吧 但是拖了那麼久了 我們一直沒有拍這個別墅的全貌 很多Youtuber都會去拍他們的千萬的工作室 流量也都是挺不錯的 那為何我們來陽明山住了一個一億元的別墅 住了那麼久 為什麼一次都沒有好好的拍過 有在關注我們的觀眾應該都知道 因為我們常常都在打不良廠商啊 或者是不良的遊戲啊 我們得罪的人其實也已經不少了 包含連Bump現在都在踢爆什麼詐騙集團啊 踢爆水軍公司啊 所以我們的仇價已經很多了 不過 就有一個合作的對象 一直隱藏的很好 他就是台灣最大的惡魔黨 所以為了大家安全啊 我們現在陸陸續續呢 已經開始一個一個搬走了 既然都要搬走了 不好拍一下 來拼一下流量賺你錢怎麼行呢 給大家好好看一下 一億元的別墅就怎麼樣 這邊最酷的地方啊 就是我們進來還有自己的柵欄 可以這樣子開開關關啊 然後這一位呢 原本是我們惡君公司的管理員啊 只是說他們平常都是靠我們送飯才有辦法養活自己 啊因為 你也知道我們創作者很忙嘛 所以呢 有時候一忙起來 已經兩個月沒有給我送飯了 所以就變成這個樣子了 啊那不用理他沒關係 他現在還很健康 其實住澳門山也很危險啊 因為我們住在還蠻深藏的地方 離警察局 有一點距離 加上呢 這個地方真的是很好入侵嘛 對不對 你看 那我們把門關起來了 還是很危險啊 下面我們問馬賽克 幾號不能說 我們就住在永共路上啊 啊那個鏡週刊齁 明明就跟到永共路啦 所以我們要去泡溫泉啦 你幹嘛在瞎掰啊 不想嘴你了 下次再來嘴你 可是如果鏡週刊想要對我們幹嘛了 他想要進來跟拍了 或者是 跟拍尋仇啊 還是什麼的 你知道有多容易嗎 他們只需要一個超方便攜帶的 深螺踢可大可小 還可以變長 還可以變成入侵 疊數專用之一字踢 所以說你們看 是不是超實用了 他一梯可以抵三梯用 不論是短梯 長梯 還是直梯 買一個抵三個 你還省啊 我們沒在軟字路的啊 我們都直接硬字路的 欸欸欸 先不要滑掉 我們會認真介紹別墅的 這邊別墅呢 它最花錢的 其實就是這些花花草草的錢 我們每個月花圓境的錢 大概就要四五萬左右 不然不可能樹一直早上漂亮啊 而走到這裡之後呢 一條路可以直接走進別墅裡面 然後另外一條呢 就是從這邊上去可以到後上 應該沒有人的工作是比我們的還要特別了吧 其實我們住這個別墅也不是為了炫富啊 還是什麼 其實就是因為 我想要有一個 好喘喔 這個結局是好喘 你也知道嘛 像汪娜 八七八 他們就很容易動不動把什麼地方給炸了啊 什麼地方給燒起來啦 而且我們之前那個辦公室呢 為什麼會搬走 也就是因為 汪娜 她那時候在做影片做到的不小心就是 不方便講 反正就是被房東趕走 所以我們才會想說 來到這種荒家以外做實驗啊 或者是做影片啊 也比較不會去打擾到別人 這個後山最高點其實在這裡 想事情 想劇本的時候呢 我都會上來這邊看一下風景 這裡的view呢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大家也可以一起看一下 而這整座別墅呢 總共佔地五百多坪 那是因為 雅綿山不能飛空拍機 其實我也不知道 不能飛的真正原因是什麼啊 不知道是因為 怕掉下去造成山浪火燒山 還是因為 國家安全局跟國家公園在這附近的關係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們就尊重法律嘛 我們就不飛了 然後我們也很常會用到游泳池嘛 像去年不是有拍了一個什麼 把手機都進游泳池裡面 看可以撐多久 那時候還特地去租了雅綿山大飯店 花了上萬塊才可以拍好一部片 所以我就特地挑一個有游泳池的地方 這樣我們就可以很方便拍一些 有關於游泳池的題材啊 或什麼就可以省下很多錢 大家看一下後山非常大 但它以前其實不是後山啦 原本呢 就只有一個記者得罪我的時候 它是一個小山丘 然後自從開始媒體圍剿之後呢 它現在就變成一座大山了 可是我們沒有要繼續住在這裡啊 不然這邊可能很快會變成 珠穆蘭瑪風的風 珠穆蘭瑪風是最高的風嗎 喔這個意思 原本是買了給奎廳開箱用的 結果他想說啊不知道怎麼開 然後我就白白花了一萬多塊 那坐起來還蠻舒服的 有時候我在想劇本就坐在這邊 看著游泳池 然後從這邊走過去就推到前排 這裡就是類似小陳陽台那種地方 你看那個878片王那炒肉的地方就在這裡 所以你看一個別墅多方便 就可以讓創作者可以拍一些露天景啊游泳池啊 所以我就覺得住這個別墅其實算蠻划算的 雖然每個月公司燃燒成本就更多了 這也是我負債比的其中一個原因啦 但是如果可以讓大家提升一點影片品質的話 我覺得公司畫這個錢是值得的 只不過現在大家一個一個搬走 這裡已經慢慢就變成一個廢墟了 怎麼大家看 只留下來一堆垃圾給我 那些無情的傢伙 通通都是無情的傢伙 剩我一個人在這邊一個人的豆漿 放了兩天還是好的欸 而這個樓梯呢就是進房間的 一個歐式的旋轉樓梯 其實我也覺得這個樓梯還蠻有霸氣 只是說 已經沒有洗熱的霸氣已經瘋狂了 現在只剩下一堆垃圾 大家已經都 半床 剩我一個人還出來這裡 大家看以前放火的房間 非常的有朝氣 他們自己還有一個70吋的大電視 椅子什麼的 這B貼還他自己貼了 現在只剩下一張他不要的床 跟很多條內褲 怎麼會有女孩子的內褲 不然我怎麼彎 然後這個房間呢 就是旺娜 原廠台邊的房間 他做影片都在這個桌子上 然後你看他的行李喔 他已經搬走一半了喔 還有剩那麼多喔 所以沒有人想要幫他搬 不像我的房間 你自己看 這間就是我的房間 欸嗚嗚 不要亂跑不要亂跑 你自己看啊 有嗎 發出呼嚕嚕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愛我的呼嚕嚕 有沒有看到 欸大家不知道記不記得他喔 我曾經有發IG 一年前他還那麼小 那時候我頭髮也很長 然後現在已經變那麼大一隻了 是不是你看他多愛我 我房間其實也蠻簡陋啦 就大概是這樣子吧 我平常的鞋子 我不算是個特別愛買鞋的啊 就有一些 我已經搬去我的新家了 沒有買特別多啊 大概五十多雙吧 下次有機會再跟大家看一下 其實當時我們公司 設置大家住房間呢 是有一個故事的 我記得那時候我們訂製的規矩是這樣 三個月流量要有八百萬吧 才可以住這個房間 所以這是忘了他住的 棒盒這間是要有一千萬 三個月要一千萬流量 才可以住這間 結果他當時就一支片 就千萬觀看了 所以就直接給他了 那一間呢就是八七八個房間 但他平常都不喜歡睡那裡 然後他也從來沒有達標 四三個月獨辦公開國 因為他的發明真的太難了 他大概一個月就發一支片很極限了 我們現在就要吹出他 有時候就讓他棍子敲他 這樣子在溫柔的柔性勸說他 大概都是創作者互相體諒啦 然後他房間也是先對割捨 他就會讓我親這樣 只剩下Cate一個人還在這個房間 Cate在忙嗎 什麼連你都要走了是嗎 原本不是說好 你會留下來的嗎 我原本打算留下來 可是我昨天把他一個五十歲貴婦 沒辦法那邊真的比較好過 我盡力了 我真的盡力了 好不好我也是可以理解 因為畢竟是我把他搞得這麼難過 這是我的錯 對 我們走吧 OK 再見老闆 我們現在都只能逃離這個地方 做不起Cate 為了一些浪大的貨 讓大家現在都要一個個逃 我對不起你們 好兄弟 好兄弟 我們會穿相見的嗎 再見 可以死 我會穿你 我會穿你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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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走了 終於又紅走一個賠錢貨 真的是 好啦大概就是這樣子啊 我當初我們把辦公室呢 裝潢在這一樓 就這裡 光裝這些燈啊 繞這些電線什麼的 大概就花了將近二十萬吧 這才叫車庫創業吧 我們真的在車庫啊 比如說 現在 只剩下我一個人 想當年 有十幾二十人在這裡 一起拍片 一起剪片 現在電腦 長破不堪 負債雷雷 電腦都拿去買了 剩下我那一台 就剩我一個人這樣 啊沒有啦 其實只是搬到新的地方去而已 在這邊還沒裝潢成 辦公室以前啊 都從這個鐵門啊 開門進來走上來 就這裡先到 我們平常拍片的VIP室 這一走來呢 我們就是用一些 浴槽啊 讓它看起來比較年輕一支一點 然後878不是房間在樓上嗎 但它平常都不住那裡 它就有點孤僻 它平常都是一個人在這邊續舊的 大家看到了嗎 然後這邊裡面啊 錢啊 沒那麼漂亮啊 它剛來的時候它地板都是綠色 然後牆壁都是白的 搞得很像監獄一樣 然後是我們大概花了大概 七十幾萬吧 才把它全部貼起來 主要是跪在這邊 沙發家居啊 光這地盤好像就快要十萬了 然後房間 應該也不用太多解釋了吧 上去部片 給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原來是VIP室照在裡面的 然後 現在都只剩下住一些 流浪的伴啊 就是 就剩這一個 啊我想說流浪的伴住這裡 也是一樣 每天送飯給他吃 像那個管理員 我們就忘了餵他吃飯 啊像這個已經學會剪片了 所以我們每天都會送那些什麼 麵包屑啊什麼的 來這邊給他吃 啊好好加油啊 趕快點完了 這錢不容易給我吃 你是你嗎 連想給你吃 那你明天剪不出來 你媽的 那我去電視啊 好這間 就是另外一個流浪的伴 先搬走了 我直接光這一間 是最花錢了吧 連沙發 只是說現在就是 讓流浪的伴睡一下 我們明天就要搬走了 好悲催啊 然後給他看一下這個燈 超酷的 就這個燈啊我買了好幾座 欸燈打開了 你看不到 我關個燈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就變成那種水族風的 全部都打開會更亮 只是現在剩下 這一張變成這樣子 不然全部打開 這裡就會有一種 七零那些Discord的感覺 有沒有 當時想說 把這邊設置是很酷 Party感覺啊 又有東西啦 又有拍攝啊 你們想說想要做Party 可以大家訂閱一次 在這邊Party 沒人根本收點錢 賺點外塊 又殊不知 這邊還送給觀眾 賺了 然後這個VIP是走出來 就可以直達客廳 欸 哇這燈壞了 哇 不修好就要陪房東撿了 我們現在來把這個燈修一修好 哇 這邊修不到了 所以這樓梯這麼陡 一般的梯子又沒有辦法放在這邊 我要怎麼換這個燈了 一般的樓梯放不到怎麼辦 欸 欸 這麼巧 那這樣有個升樓梯 哇 這樣就可以用了欸 哇 升樓梯一個好處就是 放在這裡欸 一樣巧的話 一樣會歪歪的喔 但如果只拉一邊拉長的話 就變成正的啦 靠 一般的樓梯都放不到 升樓梯才可以啊 你們變得太硬了 是不是 我們夜配就是這麼硬 我們也在偷偷夜配的喔 沒有啦 只有偷偷弟子 夜配都很硬的 有沒有 這樣就上下去了 如果這樣那時候 你們覺得危險 他有個工法 真的可以把它打成L型 超級穩固 有沒有 這樣就上去一定是很好換的 登登 是不是 這樣子可以換的 啊你的燈泡咧 沒有 我們沒有要真的換的衣服 我們只是在夜配的 啊 其實你看這個宿舍啊 我也非常負捨 因為我其實真的非常喜歡這個 可以直接挑望 一零一大 非常漂亮啊 就會有一種 就會人生的努力啊 都值得 可以站在如此的高處 高處的高樓 因為其實我們家小時候真的非常巧 我們小時候是做那種 口字型的那種公寓 就是進去之後 大家都擠來擠去 連停摩托車都會被刮傷的那種 然後我們家大概就只有 十平不到吧 所以我從小就有夢想 就是有一天呢 一定要給我媽租大房子 要很棒的風景 好不容易完成了這樣的夢想了 但是現在卻 要離開這裡了 多少還是有點感傷 不然其實每次 想不出劇本的時候呢 就來這邊走走啊 看看花花草草啊 站在高處啊 真的非常棒 只是這裡 這個侯山最遺憾的就是 那一棵樹啊 就是那一棵樹 還是多少擋住了一點風景 所以呢 這個時候 我們就需要一個深邏輯 來吃我們架高 重量高速 這樣子呢 我們就可以爬到高處去看這些風景了 哇嗚 真是美麗啊 哈哈哈哈哈哈 太硬了嗎 不好意思 OK 首先呢先跟一些都有留言跟我說 非常期待這場比賽結果的朋友呢 先說說非常抱歉 拖了那麼久 那麼久你們應該也不期待了 不過呢 我還是得宣布一下最終的比賽結果 因為畢竟我這個人呢 向來是說到做到 說發獎金 就發獎金 只是說非常遺憾呢 也就是因為近期 跟一些媒體上的惡鬥呢 導致我很多東西呢 都有點Delay到了 而這場比賽呢 其實原本有邀請很多 各方的好朋友來參加比賽 因為 近期的這些事情呢 導致很多人 沒有辦法玩 但是也都是我請他們別來 所以呢 比賽呢 最後就只有我們惡魂的人 跟一些可能沒有收到通知的 YouTuber呢 有拍攝 但是這個比賽的結果呢 我自己也很尷尬 因為又是美人 又是我們公司的人 聽起來就超像內定啦 不過我這邊都有數據 大家賣了多少個 什麼樣的 其實都清清楚楚 因為有一個東西叫做 網頁連結啦 其實上面按個加字 就可以知道它的網頁觸擊率有多少 而且它的商場呢 有多少的銷量呢 都是公平公正公開 很可惜啦 我因為很期待這場盛事呢 會辦得更有趣一些 然後更多人來參賽啊 進這份激烈啊什麼的 但是現在 Bumper是很輕鬆的 拿下第一名 而且他還用很爛的招數 太可惜啦 如果比賽的選手 更多一點呢 他就不會玩這個爛招了 所以我們恭喜Bumper 拿下獎金 100萬 不過Bumper 那個我最近 就是已經教了你 賺了一些錢啊 什麼的 應該可以低調吧 而第二名呢 就是網啦 他們差距不太大 大概只差了將近 七十隻左右而已吧 第三名呢 也就是八七八化名家 至於排隊後面的Youtuber呢 這其實蠻可惜的 其實大家也可以清楚意見 因為說起來了 能賣多少T值 其實跟流量也有很大的關係 但這也是理所當然啦 因為畢竟 有看到這個廣告力度的量越多 相對的 出去的量也會越多 但我相信呢 顱外 越來越紅了 流量也越來越大了 再來參加這個比賽呢 相對的一定也會更加的公平 非常謝謝你們呢 在這個時機點呢 也都來參加比賽 所以這一次的比賽呢 人人都有獎金 而至於都要發那麼多獎金了嘛 所以相信大家也不會建議我 好好的介紹一下吧 而且呢 其實我介紹產品了 你們可以非常放心 我個人覺得呢 這個產品算是真的被推薦了 我常常也看到很多功能啊 他們平常都是帶這種類型的棋子 其實輕很多啊 不像這個這麼重 但是它有一個壞事就是 它是固定死的 對 就是這麼高 我如果只想要走到一半呢 工作就會比較麻煩一點 配方的像這個梯子呢 它能短 能中 然後它最長呢 能夠伸到降水距離 就跟一般的梯子呢 是沒有兩樣的 而且它還能夠L型 還能併一字梯 我前面也都解釋很清楚 不過呢 依照我這個人做業配的慣例呢 我還是得說出缺點 不說出來 我就是他媽的不爽 不能坦白做的產品 我現在就直白跟所有的廠商說 就不用找我 因為我這個人就是 你有什麼缺點我就可以講什麼 不能講 要我隱瞞的話呢 那我寧可不做了 它這個產品啊 有一個缺點呢 就是有些觀眾問說 如果像他爸 是做油漆的 或是做裝潢的呢 可能常常會需要在梯子上行走 它這邊是固定死的 所以是走不了 我嘗試過很多次了 會有點困難 而且也因為它伸縮架構的關係了 它的架構了 可是就比較重 但是相對的也比較堅固一點 然後它還有一個缺點呢 就是它在蹤跡的時候 大家要小心安全 因為它這邊呢 這樣子會滑動 有可能會跌倒 或者是 夾到手 不過呢它最大的優點呢 就是它那麼小 又不佔空間呢 絕對是比 讓這個梯子呢 來的美觀一點 但是你們買的時候 要不附這個輪子啊 這個輪子是 忘了那拍片在滑動的時候用的 而且我講句真心話 也就是當時 我看到他們家的產品的時候 我是依照我個人 覺得這一支呢 是我看了我一定會想買的 因為我覺得我家裡面就是 大家也看到嗎 就是淘汰榜比較高一些 我總覺得我一定會用到 我不知道為什麼 身為一個男人就是有一點偏執 就看到很特殊的螺絲起子啊 還有什麼電鑽啊 就會想買 所以我最近買了一個梯子之後呢 我不一定會用 但我就是想買 所以這整體 這個產品 我總分給它打的分數是 九分 九分的原因呢就是 它還是有那麼一點點缺點 雖然不禁完美 不過呢 對一般家庭使用呢 是完全不礙事的 那你可能對功能使用上呢 有一點小礙事 不過呢 如果你帶著兩支梯子去的話呢 這一支可以抵另外三支用嘛 自己再準備一支 那就可以解決你 不能在上面請求的問題了 OK 今天的影片呢 都到此結束 非常感謝呢 未來實驗室贊助了這一場比賽 然後也恭喜Bump呢 拿到了第一名 然後呢 剩下有參加的選手呢 記得寫信給我 人人有獎 而且請大家吃個大餐 謝謝你們的 參與比賽 然後呢 記得去追蹤我們的 這個T字呢 也就是WARA改造的這一支呢 就送給 有訂閱制的朋友吧 然後我是烏鴉 我們下次見 掰掰